他是林彪最害怕的人之一,曾两次打败林彪,死因却沉迷,抛开林彪在文化革命时期的表现林彪,算是一个人物,也是军中的长盛将军。 他曾经打很多胜仗建国后,被授援率邪林彪,虽然被称为长盛将军,但是在战场上也是有败仗的他军事生涯中为数不多的败仗,其中两场都败给了白重喜。 虽然最后他打败了白重喜,但是对于白重喜,林彪是又紧又怕的因为这个人,也是很有打仗天赋的在国民党中,白重喜的也有长盛将军的称号,的在民国时期,白重喜也是一个风云人物。 他作有小诸葛的美称,同时,还有一个过目不忘的带领能力和林彪不分伯仲,甚至有在林彪之上的可能因此,他成为林彪的克星,也算名副其实了。 两人第一次交手是在1946年的四平保卫战,钟白重喜是国民党军方的总指挥,林彪为我军的总指挥,因为身边的人出卖我军行军部阵敌军权或西。 林彪被白重喜,一路打到松花江,便要不是蒋介石最后下令放弃追击,林彪是否有名还未尝可知。 那第二次交手是1949年解放前夕,林彪听说白重喜带着四万多人往南逃他就率领13兵团49军146师一路南下追击,但是最后白重喜,一下子灭掉了林彪1300人损失惨重。 那林彪自此之后不敢再小看白,重喜了1949年10月2日,两人第三次交锋这次林彪获胜,一下子灭掉。 白重喜的四个师虽然林彪获胜了,但是林彪更佩服,白重喜了认为他是一个军事奇才。 后来白重喜跟着蒋介石败退台湾,因为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得罪蒋介石,他才从军事指挥中慢慢退出1966年,10年74岁的白重喜被发现死在了卧室。 关于他的死因有几种说法,一是,他是被蒋介石的特务杀死的,一种说是因为心脏病突发,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死在了女护士的床上不管怎样。 白重喜的死因至今还是一个谜。